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3DMAX的材质基础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材质和贴图 什么是材质呢? 所谓材质就是指定给对象的曲面或者面 以在渲染时按照某种方式出现的数据 其影响对象的颜色、光泽度和不透明度等等属性 这是行业通用的对材质的专业解释 用通俗点的语言来讲呢 材质就是电脑模拟的对象表现出来的物理质感 比如建筑实材的光滑效果 混凝土的粗糙效果和玻璃的反射效果 大家看下面这两幅图 左边这张图呢 建筑上面的材质主要有两种材质 那么是砖墙的这种材质和实材的材质的区分 右方这张图呢 是建筑的材质主要以玻璃为主要材质 大家看这两张图的建筑材质上面有明显的区分 大家看一下贴图 贴图呢 在3D Max当中呢 是图片包裹到三维物体的表面 这样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呢 模拟出复杂的视觉效果 贴图就像是给物体穿上了衣服一样 让人产生可以触摸的质感 大家看下面这几张贴图 有砖墙的贴图材质 有实材的贴图材质 还有木纹的贴图 我们可以将物体的表面分别 可以换上这些贴图 穿上这些衣服 下面还有大理石的贴图 地面的贴图和屋面的贴图 接下来呢 我们就对Max当中的材质编辑器 做一个了解 那在3D Max当中 材质编辑器 是在主工具栏的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单击这个图标 来显示出材质编辑器 那么我们按住鼠标左键不放 它有两个显示的方式 第一个呢 是简易的材质编辑器 第二个是平铺形式的材质编辑器 但是我们这个教程呢 主要是讲的简易的编辑器 它也比较方便于我们调节材质 和观察材质 那材质编辑器的快捷键是M键 我们可以通过M键来开启材质编辑器 和关闭材质编辑器 大家看材质编辑器上 这一个区域是它的材质的调节窗口 那么右方和下方是它的主工具栏 底下是它的一个参数面板 好 那现在显示的这个材质球的方式 我们看 我们可以右键这个材质球 我们现在选择的是三乘以二的这个实力球 但就是说纵向的是两个材质球 横向的是三个材质球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右边的这个滑块 继续往下拖动 它总共有24个材质球 一般在工作当中呢 都会选用六乘四的这个实力球 那如果我想把这个材质球放大呢 我可以双击材质球 左键双击 我可以拖动这个窗口 来查看这一个材质的放大的一个图标 下方是它的材质的名称 这个是01,02,03 分别可以重新给它命名 现在呢 我们把材质全部都清空 我们来看一下材质运机器 首先我们选择到一个材质 我们看下方有它的一些基本的参数 这个是明暗的基本参数 我们选择的类型是布林的类型 那么选择布林类型之后呢 下方就是布林材质类型的基本参数 还有比较重要的是贴图的 斩卷栏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明暗的基本参数 我们如果选择了布林材质 我们可以在下方布林材质的参数里面 去设置它的颜色 在慢反射后面 我们可以去更改一个颜色 大家看上面是环境色 那环境色和慢反射是相锁定的 所以说我们只要随意更改其中的一个颜色 它都可以更改物体的本身的颜色 我们双击这个材质球 右方呢是它的自发光 自发光有两种的显示模式 首先我们可以在自发光的color后方来输入数值 比如说自发光为百分之百 那么这个材质就是在原有的固有色的基础上来进行自发光的 那我们也可以勾选前方的选项 勾选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后面的颜色来进行一个修改 那它的自发光的颜色就是这个蓝色 如果没有勾选的话 就是以它本身的颜色为自发光 我们恢复到默认的0 底下呢是不透明度 不透明度的默认的参数是100 那我们想把这个材质给成透明的话 我们可以在后面输入不透明度的数值30 大家观察这个材质就已经透明了 那为了方便于我们查看它的背景 我们可以在右方的工具栏显示背景 好这个材质已经是比较透明的一个形式了 我们改回百分之百 好我们再看下方 下方的这个地方呢是高光级别和光泽度 高光级别呢我们可以输入数值 如果我这个数值越大 它的高光就越亮 数值越小高光的强度就越弱 下方呢是它的光泽度 当我这个数值越大的时候 它的高光的范围就会越小 数值越小呢高光的范围就会越大 大家观察这个高光 高光的颜色呢现在是一个白色 也就是我们固有色下方的这个颜色 我们可以把它的高光的颜色进行修改 根据我们场景的需要 比如说我们高光改成黄色 大家看 好高光的颜色现在就已经变成黄色了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不去修改这个高光的颜色 高光的强度和高光的范围 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 当我们一般在渲染比较光滑的物体的时候 那么它的高光一般都会比较强 而且高光的范围是比较小的 而我们在渲染比较粗糙的材质的时候 它的高光的强度是比较弱的 而且它的高光的范围会比较大 这样大家理解了这里就可以去控制材质的高光和光泽度的效果 我们再来看下面扩展参数 扩展参数里面呢 这里有一个过滤色 过滤色的颜色现在默认的是灰色 当我们在做一些透明物体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过滤的颜色修改 比如说我现在物体的不透明度是50% 好 那过滤色 我调成这种颜色 大家看 其实它透过这个透明的物体 看到后面的这个背景的时候 其实它是有一个这个过滤的颜色 这过滤的颜色我们就可以自己去修改它 比如说我们在调节一些玻璃材质的时候 就可以去修改它过滤色的颜色 当然固有色和过滤色的颜色它都会影响玻璃本身会产生出来的一个颜色 好前方我们看到的是衰减 衰减呢我们现在类型是内和外有两种类型 现在选的是内的意思呢就是它的衰减是由外向内的一个衰减 如果我们改成外的话 好 大家看这个区别 当我把这个数值输大了以后 它的衰减的级别就被开启了 上方是由外向内的衰减 也就是它的不透明度是由外向内来进行渐变的 而选择外的话 那么它透明的显示是中间向外 就是由内向外的一个衰减 好 我们把它改回去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给这个材质球一个贴图 我们把透明度更改回来 它的贴图在哪里添加呢 我们在慢反射的后方去添加一张位图贴图 打开 好 现在的材质球上面的贴图 就已经被赋予了这一个材贴图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是材贴图导航器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层级是固有色的贴图的层级 那我们想返回上一层级 我们可以点选上方 固有色的标准材质的层级 当然也可以在返回副对象这里进行返回 返回上一层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Bitmap面板里面有哪些重要的选项 首先呢我们想要在这个材质上面去更换一张贴图 可以在这里路径这里去选择另外一种贴图 如果我们选择这张贴图 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个材质球上的这个贴图 显示已经变化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对贴图材质进行一个修改 上方我们看有个UV UV是什么意思呢 U就是水平方向 V是垂直方向 那么上方是它的偏移次数 右方是它的平铺的次数 在右面是镜像 我们看默认的话它是0 默认的 我们看默认的参数 平铺的次数是1 那偏移的次数是0 我们首先在水平方向 偏移 我们可以把数值加大 大家看 这张贴图就是水平方向的偏移 那数值方向 数值方向的偏移 我们输入正值 它的数值方向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 平铺的次数 我们看水平方向平铺次数增多 它的密度会加大 数值方向的平铺的次数 如果增多的话 它的密度也会加大 好 后方有一个镜像 水平方向的镜像 数值方向的镜像 好 我们把值恢复成默认 大家记住这个地方 可以去修改贴图的位置 旋转角度 旋转角度有个UVW的坐标 我们一般在工作当中都可以去修改W方向的坐标 比如说我们让它在旋转角度上旋转45度 那么这个贴图在物体上的旋转方向就可以确定了 90度 你可以旋转过来 这个地方有一个模糊值 那么模糊值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个数值呢 越大 我们输入个10 那么模糊值变大以后呢 这个贴图的清晰度就变得很模糊 如果我把这个数值改小 比如说0.02 那这个贴图会越清晰 好 这个地方是可以修改贴图的一个模糊的程度 接着下方 我们除了可以在这个地方更改贴图 还可以在下方查看这张贴图 我们查看这张贴图之后呢 可以对这张贴图来进行裁剪 我们看红框 我们可以拉动鼠标左键不放 在边角处去拉动它这个框 当这个框边小了以后 也就是说我们裁剪到这个框以内的位置 我们来观察这个左边的材质球 当我们把前方的应用勾起的时候 那么整张贴图就会显示我裁剪以内的贴图 如果不勾起前方的应用 它还是恢复到默认的这个贴图的形式 好 这里就是对贴图的查看和裁剪 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对贴图来进行一个颜色和明度上的修改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RGB的级别上面 把贴图的明度变高 我把数值输成2 大家看这张贴图的明度明显变高了 也可以降低贴图的明度 输入0.5以后 那贴图的明暗是可以随着我数值的变化而变化的 下方呢 有一个开启它的颜色贴图 我们也可以通过底下的曲线上升 或者是下降 或者是下降 来修改它整个贴图的一个明度 我们还可以去修改 这张贴图的颜色 我们选到RGB的这个级别 红 红色 我们看 它有一个变化 绿色 蓝色 好 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去控制这个贴图的颜色呢 并不是特别好控制 我们一般在渲染出来之后呢 都用一些后期的软件 比如说Photoshop去处理它的一个颜色倾向 好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点右键改成Base Air的曲线 去调节它的一个颜色的一个过渡 好 也可以把这个地方关闭 大家记住在这个Output输出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对整个贴图的一些颜色明度进行修改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对材质进行赋予 位图贴图的时候 所应用到的面板 我们返回复对象 返回上一层级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在这个地方 我们选择的是布林材质的类型 当然这里还有其他的材质类型 如果我们在渲染 比如我们在渲染 比较光滑的材质 比如玻璃或者是瓷器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用这样一个材质类型 缝的材质类型 那么它的材质 那么更改到这个材质类型之后呢 下面就相应的是它的这个材质类型的一个参数 我们改回圆形的一个显示 大家看 当我进入这个材质类型的时候 它的一些参数其实跟我们布林的材质类型的参数 是基本一样的 只是有一些高光的级别 和显示的一些形态不太一样 如果我们改成金属的 金属的材质 大家看 如果金属的材质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不要贴图的 在这地方修改 金属的颜色 高光 高光范围 但是大家记住 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类型 它基本的一个参数啊 修改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日常在工作当中 所用到的材质类型 一般都是这个布林的材质